棉花是花嗎? 很多人認為結白的棉花就是花 其實真正的棉花開放在初夏還可以變色 早晨的時候是白色 下午會變成粉紅色 到昨晚或第二天就會變成深紅色 甚至是紫色 開花之後花粉脫落 脂肪就開始發育 逐漸變成棉桃 每年9月或11月 棉桃成熟裂開 就露出雪白的棉花 棉花的花粉為什麼會變色呢? 因為它的花粉裡含有花青素 花青素在酸性的條件下呈紅色 在簡性呈藍色 棉花在開花的時候 花粉裡主要是花青素源和黃色色素 棉花就呈小黃色 一段時間之後 在光照和氣溫的條件作用下 再加上植物吸收 而氧化碳增加 就會呈酸性狀態 棉花花粉就會呈現粉紅色 隨著日照的加強 花粉就慢慢變成紅色和紫色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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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chman grosse 小女 submit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